第十五章 主接待罪人 众谁利和罪人 都挨近耶稣 要听他讲道 法利塞人和民事 私下议论说 这个人接待罪人 又同他们吃饭 失阳的比喻 耶稣就用比喻 说 你们中间 谁有一百只羊 失去一只 不把借九十九只 撇在旷野 去找那失去的羊 直到找着呢 找着了 就欢欢喜喜的 刚在肩上 回到家里 就请朋友 轮舍来 对他们说 我失去的羊 已经找着了 你们和我一同 欢喜吧 我告诉你们 一个罪人悔改 在天上也要 这样为他欢喜 教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二人 欢喜更大 实前的比喻 或是一个妇人 有十块钱 若失落一块 起不点上灯 打掃屋子 小小小的爪 直到找着吗 找着了 就请朋友 轮舍来 对他们说 我失落的那块钱 已经找着了 你们和我一同 欢喜吧 我告诉你们 一个罪人悔改 在上帝的事者面前 也是这样为他欢喜 浪子的比喻 耶稣又说 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小儿子对父亲说 父亲 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 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 过了不多几日 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 都收拾起来 往远方去了 在那里任意放荡 浪费之财 既好尽了一切所有的 又遇着那地方大租饥荒 就穷苦起来 于是 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 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 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甲冲击 也没有人吸他 他醒悟过来 就说 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 口粮有余 我倒在借女饿死吗 我要起来 到我父亲那里去 向他说 父亲 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 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把我当作一个故宫罢 于是起来 往他父亲那里去 相离还原 他父亲看见 就动了慈心 跑去抱着他的颈项 连连与他亲嘴 儿子说 父亲 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 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父亲却吩咐 伯人说 把那上好的袍子 快拿出来 吸他穿 把戒指 带在他子头上 把鞋穿在他脚上 把那肥牛毒 牵来宰了 我们可以吃喝快乐 因为我借过儿子 是死而复活 失而又得的 他们就快乐起来 那时 大儿子正在田里 他回来离家不远 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 便叫过一个伯人来 问是什么事 伯人说 你兄弟来了 你父亲 因为他得无灾无病的回来 把肥牛毒宰了 大儿子却生气 不肯进去 他父亲就出来劝他 他对父亲说 我服侍你这多年 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 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膏 叫我和朋友 一同快乐 但你借过儿子 和娼妓吞尽了你的产业 他日来了 你倒为他宰了肥牛毒 父亲对他说 而呀 你尝和我同在 我一切所有的 都是你的 只是你借过兄弟 是死而复活 失而又得的 所以 我们你当欢喜快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换